《基本法》第130條 我們歡迎《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兩位委員就是李浩賢和張俊勇跟我們講解 第130條繼續是和民用航空有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民用航空的日常業務和技術管理 包括機場管理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飛行情報區內提供空中交通服務 和履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區域性航行規劃程序所規定的其他職責 這個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因為我們去到香港國際機場 當然我們知道有機場管理局 即是機管局這個制度 但我們亦都有民航署 民航署其實之前都經常聽新聞 就說他換了一套新的雷神系統 雷神系統就是處理那些所謂航空管理區 或者在這裏基本上第130條說得很清楚 就是飛行情報區 大家經常有些議員就說 為何有一架飛機好像不見了 在雷達看不到 這個就和機管局沒有關聯的 因為我們香港那套制度 就是由民航署去做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看回新聞也不用怕 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那些飛行情報區 就不要大家傻到以為只有一個雷達才行 通常那些飛行情報區會有很多重疊 這個雷達看不到通常在第二個雷達都會看到 他確保飛機不會突然間不見了 他最多可能在這個畫面不見了一會兒 但其實他一直都在其他畫面有的 這個就不是領空的概念 這個純粹是飛行情報區 因為有時候飛機沒有理由 只是看他在領空的 你應該看他從這個飛行情報區 過來這個情報區 他還有多久就到你那邊 這個是一個說法 第二我經常覺得 實踐事件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浩然和Thomas 你看立法會議員特別有吵過雷辰系統那些 他在哪裡起飛就可以了 如果他真的那麼害怕 他就不會在那裡起飛 結果他在外訪又是在香港打飛機 所以你就聽他們說 但身體最誠實 這個就是飛行情報區的概念 但這個就是香港人比較熟悉香港這裏的做法 Thomas在美國留學 美國的做法你好像都研究過 你當時我讀運籌學 Operation Research 其實其中 在大學的時候其中一個項目是做飛機的運籌 Operation裏面的一些情況 運籌學其中一個最低層次就是排隊 對於飛機的時間和程序 飛機排隊和鋪打排隊不同 其實航空公司對於怎樣去把飛機的資源或者機場用得最盡 那是最好的 因為美國的情況就是 我們不同的航空公司是有幾個家庭的 可能你在東岸、西岸 航空公司A 可能是哪個城市是他的基地 主場 主場 大部分那邊 那個機場可能是為他而配對的 很多東西 挺有趣的 美國制度很多時候是用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去做 作為一個自己的optimizer 就是優化自己的成功 即是美國航空 可能在美國航空 例如在東岸這個機場是他比較厲害的 西岸這個機場比較厲害的 聯合航空公司有自己的 也有其他航空公司全部都可以用的 但問題就是 在Gurley 航空公司A 他可能在某個機場是以他為主打的 大部分的飛機都在那個機場做轉 我作為一個乘客 我看到通常那個lounge 哪個最大、最漂亮、最當眼 我認為這裡也應該是他主場 美國是這樣的情況 他用商業的行為去推動了可能不同的機場的運作 最近大家如果有留意 特朗普初上場的時候都說過 有很多航空的改革 特別是機場的改革 因為美國航空業就良有不齊 也看到有些做得一般的 於是如果他用一個市場運作的話 現在去融資搞漂亮的機場 特朗普都覺得越來越困難 所以就希望政府去介入市場行為 但是要做這件事 不多不少就是要移動工會 因為你可能要移動運作 要移動錢 於是就搞不成 據我的分析 其實 其實列根當年那麼厲害 都搞到一頭煙 搞機場改革 特朗普就 我想他都不會搞機場改革 因為他多頭煙 他太多事要搞 但是機場的運作一向航空公司 都是很緊張的 包括其實在我們基本法起草的過程 關於這個130條 其實當年起草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 當年以香港為home base的兩間航空公司 其實都有很多的爭論 因為真的搞到他 因為影響他太直接了 有航空公司那時候就細緻提出 其實你在航空的基礎建設 他就認為有三樣東西 包括飛機工程 航空的貨運站 和膳食中心 這些都應該在基本法裡面寫清楚 但也有另一些公司的想法 如果你連這些都寫得在裡面 這個就會令到極端的獨立 和變成一個很複雜的文件 所以就覺得 就不應該去有這麼詳細的指令 英文是micro manage 所以不同的公司 他們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和市場的角色 都有些不同的想法 其實最終兩個公司是合拼了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日後的發展證明 計劃確保了香港的航空事業 是有自己的獨立發展 但是在管理上 其實當時也有很多的爭論 包括就是 究竟我們那個 是不是有一個自主的權 去選擇一套國際飛行性能的標準 也都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是跟 究竟跟哪個國家呢 美國 德國 法國 英國 日本 當時在起草的過程 對這一條其實都有一個討論 那麼在一起 是一條的 大學生是一條的 其中一段 是一條的 全面的 這條的 我會演出的 說一條的 是一條的 是一條的